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委員會 這個星期在雅塞拜然首都巴庫 所舉行的年度會議 公佈了最新的世界遺產名單 美國的有機建築大師萊特 他所設計的紐約古根漢美術館 以及賓州的落水山莊等八項作品獲選 寫下了美國建築史的心意 1867年出生於美國威斯康辛州的 法蘭克羅伊萊特 被美國建築師協會推崇 為是美國史上最偉大的建築師 他所出生的那個年代 英國是維多利亞女王時期 中國是清朝的統治年間 回想一下當時這些國家的建築風貌 再看看萊特的作品 就不難理解他的才華有多麼超凡脫俗 座落在賓州米爾西瀑布上方的落水山莊 是萊特入選為世界遺產的八項作品之一 也是他最知名的設計 這個建於1936年到1939年間的房子 是皮茲堡百貨公司的 考夫曼家族所委託設計的 充分展現了萊特有機建築的理念 他認為建築結構需要和人性及環境協調 萊特是使用鋼基水泥建材的先驅者 但他材料使用的遠建 也讓建築老化後遭遇難以維護的問題 以洛水山莊為例沒有空調沒有除濕 不如屋內清除領略到自然無所不在的奧妙 也將感受到濕氣無所不在的威力 落水山莊目前成了一座活的建築博物館 一年吸引好幾千名遊客造訪 萊特醫生設計了超過一千宗的建案 實際完工的有532棟 他91歲辭世前完工的最後一棟建築 正是紐約曼哈頓的知名地標古根海美術館 萊特協會花了15年時間經歷 向世界遺產委員會推薦萊特的建築 入選的還包括了位在亞利桑那州的西塔里耶森屋 伊利諾州的團結教堂 威斯康辛州的塔里耶森屋 加州的霍利霍克別墅 伊利諾州的羅比之家 萊特是美國建築史上第一位獲得這項榮耀的人士 而拜他所賜 美國境內的市役數量增加到了24個 記者王后文這裡報導